青蹄愿以性命担保子高无睹 倘若臣不幸时而暴毙 那便是臣办案不立 咎由自取 臣甘愿以此谢罪 那个温泉失败 不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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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诸位一定在想 为何青蹄吃了米饰 而当日大内官尝了一口 却毒发身亡呢 下面我再为大家试验一次 大家注意看 这两块无忧膏有何意头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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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块无忧膏 为何我吃了美食 而那狗吃了却立实包庇呢 当然 青蹄并未事先服用解药 难道 这图不在无忧膏上面 是已 贴近器皿一侧的无忧膏 唯独侵染 而上方的无忧膏却完毫 所以此案的真凶 并非无忧膏的制作者九美人 而是暗中换了这碗碟的工碧 叶将军 你可有真凭实据啊 不 乘放无忧膏的器皿 当日已被大内官打碎 那就是没有证据 只是你的猜测了 只是你的猜测了 臣有 这残片是从当日工宴中的盆栽下找到的 走 是 进去 残片上残留的无忧膏碎末 以无忧膏上刮下来的碎末完全一致 其中聚含了乌与玉之毒 臣可以断定 下毒之人便是更换器皿之人 而非九美人 那这下毒之人 到底是谁 来人 带工碧桑儿 臣已问过一干玉厨 他们皆说在御膳房验收各宫成地的糕点小事 都用各宫自己的器皿 各宫皆不同 卢婉云宫是青瓷小碟 而月华宫则是白瓷五半碟 九美人当日明明以白瓷五半碟成地 玉厨皆能证明 而为何最终盛放无忧膏的器皿 却成了白瓷的原碟呢 王军 臣妾并不知情 是她掉了包 这其中所有人的言辞都能相互佐证 唯独这名叫萨尔的宫碧一口咬定 是月华宫的器皿 却又不知月华宫的器皿究竟是何物 这宫碧言之不实 难以和玉厨所言相佐证 精臣逼问 她共认不讳 正是下毒之人 你为何要下毒害本王 因为这个成鱼国 你不配做王 大胆见弊 你竟敢对王军如此无礼 什么王军 不过是个贪恋美色 昏庸无道之人 你不配做成鱼国的王 王军受刑了 真凶已经伏法 请王军心安 该杀 本王来接你回家 王军 王军 这是怎么了 你不是不信我吗 清廷一查清 真正下毒的另有几人 你是被冤枉的 受委屈了 你肯信我了 但我之前误会你了 还说了那些主话 本王 本王 对不起你 你肯信我 你肯原谅我吗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我去 我好想你 宫里的宫壁内侍 该好好筛一筛了 奴才 领旨 你肯定 让你受委屈了 小九 帮我欠你太多 帮我打算封你为夫人 夫人 夫人 本王封你为酒夫人 赐助细宁宫 王军 这个决定是否太仓促了些 本王想为你做些事 不要拒绝本王 小九 小九叩谢王安 小九 有一个请求 你说 可父不让我搬去西宁宫 依旧住在月华宫 月华宫陈舍倒也齐全 就是略小了些 你现在的位分 应该住更大的宫殿 可是 小九每秒换了住处 晚上休息 灾然会变得不好 正好不容易住关了月华宫 就不想再搬去西宁宫了 好 就依你 扔住月华宫 多谢王军 与夫人位分相应的赏赐 本王吩咐下去 让他们准备着 尽快送到月华宫去 不必了 小九素来都不爱这些 从前即可 那也不能太委屈你了 是我贪心 乱乱分寸 长此以往 将王军的安全置于何处 不如早做决断